锦娘见过顾夫人 常规不必多礼 只是我并没有去锦绣坊下订单 掌柜怎么会忽然找上我 是这样的 顾侯爷在我们这儿订了八套秋装 说是给夫人订的 让我过来请示夫人款式 这是新画好的样图 还没有其他客人看过 顾夫人放心 每一件款式都是独一无二的 锦绣坊的一套裙子都不便宜 顾锦细直接给她订了八套 那我先看看 孟锦瑶翻着册子好生比较一下 最后选出八套裙子 女掌柜走后 孟锦瑶陷入沉默 你们说侯爷是不是真的对我有益 夫人 虽然奴婢没有心上人 不懂情爱之事 但奴婢看侯爷对您是有情意的 夫人 先前奴婢就觉得 侯爷许是对您有益 看侯爷最近G203的行为 怎么看都像是在追求心上人 心上人 指的是他 他还没表态说对我有益 万一我们误会了呢 嗯 夫人 要不您就试探一下侯爷 试探 总不能旁敲侧击地问吧 他们之间就不是一个断位的人 哎 真是烦恼啊 今晚怎么回事 这是不报了吗 还是说那晚把他当成被子抱怀里 然后他误会了 孟锦瑶思绪百转千回 心里烦闷 忽然脑子灵光一闪 他有个大胆的想法 过了一会儿 感觉身后的人快要睡着了 他把心一横 装作无意识地翻了翻身 翻着翻着 直接翻进顾景熙怀里 最后装作无意识地 把人当被子抱住 继续睡 忽然自己怀里滚进一个小姑娘 灯石睡意全无 整个人都有点懵 夫人 孟锦瑶壮丝无意识地应了声 把他抱得更紧了 睡吧 没事了 他这样抱着顾景熙 用这样轻易的动作 顾景熙却没有推开他 那天晚上也是顾景熙 偷偷抱着他睡 然后抱到天亮的吧 他觉得顾景熙八成 是对他有那种意思 一日清晨 孟锦瑶起来的时候 顾景熙已经去上职了 秦斗初开时 遇上一个极好极好的男人 还发现 自己似乎有那么点 喜欢上人家了 人家对他也有意 且还是夫妻关系 那再好不过了 然而 秦斗初开的少女 高兴不到一天 那个 他刚有那么点 喜欢上的男人 当天就不回家了 甚至到了次日早上 孟锦瑶起来时 问了院子里的丫鬟 得知顾景熙昨晚一夜未归 他甚是诧异 可到了今日 顾景熙倒是回来了 沐浴更衣之后 晚饭都没吃就出去了 孟锦瑶不免有点怀疑人生 怀疑自己是不是挥错意了 人家压根对自己没意思 而自己那番试探 是把人吓着了 你们说 虎翼这是什么意思啊 他是不是在躲着我 我